大家好我是肥仔 這次一樣整理了幾部本質改編的理翻 到底改編的怎麼樣 和原作有哪些差異 接下來都會一併給他處理起來 說到理翻跟本質就一定要再提一件事 有的時候會找一本記憶中很好用的本質 不小心就開了很多後來想一想會覺得很可疑的網站 會不會自己的個資就這樣落到別人手裡了呢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使用Surfshark VPN 獨家的加密系統 讓你在險惡的網路世界如履平地 把你的個人資料守得嚴嚴實實的 VPN還有很多其他的使用方式 比方說購物的時候連到其他有特別優惠的區域 或是可以在影音平台上享受區域限制的內容 24小時客服在線資源超有誠意 更有誠意的是30天內退款說退就退 馬上輸入優惠碼 MSVPN吉祥3個月額外使用期限 全新的Surfshark Premium 除了VPN外還同時包含防毒 檢測資料外洩一樣也能享受優惠 11月還有專屬的特惠活動 在11月購買Surfshark VPN的服務 最多額外載送6個月的使用期限喔 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 各位聰明消費者一定要好好把握 現在就點擊資訊欄的相關連結 成為網路安全界的Winner吧 第一部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武田宏光老師的作品 女主角叫做吉井捷花 外表看起來是清純系 再來學校非常有人氣 是很多男同學在意的對象 實際上的捷花有很多不太能外傳的興趣 常常自己一個人在家裡小範圍大規模的享受 這些不能外傳的興趣也時常困擾著捷花 常常有男同學向捷花告白 捷花當然也會在意對方夠不夠帥等等的 但他更在意的是 對方能不能接受自己的興趣 假設今天捷花想要走後門 對方又是閒張怎麼辦 啊這樣就很解 就在捷花煩惱的同時 男同學一直被晾在旁邊 最後告白也沒有成功 後來捷花跑回教室 發現一個叫木夏的同學 自己在教室裡不知道幹嘛 走進一看發現 木夏一手拿著自己的替換衣服 另一手放在魔杖上面 準備湧唱毀滅的噴射白光 捷花一看 木夏居然是這樣的人 那不就剛好和自己是絕配嗎 簡直就是天上掉的餡餅 所以兩個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另外一篇故事是勵志取向的 幾個深愛動畫和相關文化的同學 組成了動畫研究社 但在社團經費的使用上 被學生會長惡意刁難 動畫研究社用學校撥款的經費 買了一些必需品 比方說高級相機 還有角色的模型 甚至還有角色的服飾等等 每樣怎麼看 都是研究動畫會需要用到的必需品 學校都撥款下來了 代表學校認為這些東西確實可以買 那你一個學生會長在那吵什麼啊 被學生會長刁難已經不是一兩次 幾位社員決定自救 守護自己對動畫的愛 透過多年浪跡網路世界的實力 大家發現學生會長其實是一位知名Coser 經常出現於各種動畫相關的活動當中 更深入了解之後又發現了更勁爆的猛料 學生會長居然還有在進一些像是OnlyFence的網站 上傳一些很值得大家付費觀看的直播 抓到這一點就讓動畫研究社立於不敗之地了 不只能停止會長對研究社的不當調查 還能叫會長換上Coser的衣服 舉辦粉絲線下見面會 沒想到會長是逆來順受 前面還表現得有點不情願的樣子 但很快就進入狀況 拿出服務粉絲的精神 動畫研究社守住了 會長又多幾個忠實粉絲 可以說是皆大歡喜的結果 這兩個故事都是來自武田老師早期的短片作品 現在居然能看到他動畫畫 確實嚇了我一跳 到底精細是何年啊 說到武田老師 他在業界裡有很多響亮的名號 比方說阿黑炎之父 今天阿黑炎這個轎子能扛得起來 武田老師可以說是出最大力的一位 其他還有NTR專家等等的稱號 但比較少為人知的是 其實武田老師一開始是比較偏純愛的 不敢說絕對純愛啦 至少劇中不會突然出現肌肉黃毛或油臭大叔 以結果來看算是純愛的那種純愛 但後來不知道怎麼了 直接鬼轉NTR系列 世界有八大未解之謎 像是生命是如何出現的 地球真的是平的嗎 和這些問題齊名的 是武田老師為什麼會跑去畫NTR 改編版由巴尼沃卡負責 除了第一個故事略有刪減之外 其他都算表現得很不錯了 簡單說一下刪減掉的劇情 傑華本來還在嘴硬 不承認他和木下在交往 他覺得木下跟他是一個上下關係 只好他注意到木下好像行情不錯 長和另外一個蠻可愛的女生混在一起 傑華發現自己的反應比想像的大 這才終於停止嘴硬 承認自己是喜歡木下的 順便說一下 那個女生是木下的青梅竹馬 那天只是在幫他看首相而已 下一部是惡搞要術滿點的異世界轉生作品 主角本來在家裡度過自己的happy time 可能是因為用力過猛 不小心就來到了轉生女神的面前 就像大家印象中的那樣 作為轉生者一定要有轉生特點的嘛 作為在happy time中happy到轉生的人 主角很理所當然的要了跟小主角有關的特點 強化後的小主角已經可以說是超級生物 伸縮自如是最基本的初階功能 比較進階的有像是影分身 甚至是領域展開等等 其他還有很多致敬許多知名作品的招式 除了看不同屬性的新女角登場 我也很期待看小主角還有哪些進階功能 改編版目前推進到魅魔的劇情 算上前面的女神、聖女還有精靈 總共是四位女主角 每一位都有自己獨特的設定 更獨特的是主角對他們使出的技能 後續魔王本人也會親自來跟主角討教 前面幾個女角在和主角不意的時候 通常只能被動挨打 沒有遊戲體驗 直到魔王出場 主角終於找到一個能打的了 即便是受到女神祝福的主角 在魔王面前都顯得有些無力 後來魔王和主角約定 等到主角的實力更加進步之後 魔王還會再次給主角過招的機會 於是主角又踏上了打倒魔王的王道征途 段話由粉紅鳳梨單剛製作 我對粉紅鳳梨的評價比較微妙 製作的品質吧有好也有壞 壞的就像魅魔童軍生活那一部 整部都超級糊的 但那個糊不是畫質的問題 比較像是在作畫上省略太多細節 導致看起來很難受 黑獸2可以說是比較好的作品 畫面模糊的問題得到一定的改善了 還有高齡家的二輪花也做的還行 粉紅鳳梨的上下線可以開的很大 就像一個骰子只有1跟6兩個數字 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這部異世界轉生很幸運的屬於好的那邊 有幾個主角特寫的鏡頭 還給我畫的特別精緻 我真搞不懂粉紅鳳梨到底想怎麼樣 下一部是篇幅超長的後宮系作品 總共高達6集 登場女角總共5人 最後還有夢幻的5人共演環節 可以說是誠意頂到天了 主角來到一家女子學院 擔任戴棍球的教練 戴棍球也可以叫長驅棍球 不過這不是重點 5個學生各個都很有個性 時常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惡整主角 因為年齡相近的關係 5個學生用類似對待朋友的方式去對待主角 就在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中 5位女主角逐一淪陷 中間還都後宮起火 為了避免爭奪主角的小主角的情況惡化 有人搶先提出了一份和平協議 那就是大家一定要合理公平的去使用 這個協議大多數情況是有效的 當大家都在場的時候 要嘛沒人敢輕舉妄動 要嘛就是所有人像老師一勇而上 全有或全無嘛 非常之公平 那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有協議失效的問題呢? 那就是有人想要偷跑的時候 這個協議終歸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如果今天有人設局主角 把現場變成一對一的狀況 那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將無法可管 原作中還有一位隱藏的女主角 那就是主角的大學前輩 是有這位前輩的介紹 主角才能告別迷從身份 當上現在的教練職位 後來在主角的帶領之下 帶棍球隊取得家機 前輩就在家裡幫主角開了慶功宴 已經推了5個學生的情況下 主角也不可能放過前輩 當然前輩也是有意的去勾引主角 後來這個前輩的戲份也逐漸增多 在後來的系列作都還有繼續出現 主角帶了一隊新的帶棍球隊 前輩還有過來看看狀況 順便說一個會讓曹賊俱樂部大喜的事情 前輩已經結婚有老公了 再幫主角舉辦慶功宴的那一天 懷上第二胎 後來不只把第二胎生了下來 還懷上了主角的第三胎 負責製作的是剛剛也有提到的巴尼沃卡 如果巴尼沃卡有意願做完後續的故事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會動的前輩了 下一部應該也算是後宮系的作品 目前有兩位女主角 一位是主角的青梅竹馬 除了小時候就玩在一起之外 有一次青梅被困在深山裡面 是主角把她找回來的 從那之後就深受青梅全家的喜愛 長大之後的感情依然很不錯 主角的家裡是經營木工相關的事業 有一間用來放材料的倉庫 後來被主角改造成讀書用的房間 這個房間也變成跟青梅優惠的地方 偷偷說一下 青梅會來這裡看任牙的漫畫 作者在後繼有提到 她好喜歡會看任牙的女生 另外一位女主角是同班的圖書委員 主角也同樣是圖書委員 她們還有一個共同的興趣 就是去看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書 原本圖書委員還只是偷偷在心裡喜歡主角 某一天卻壯見了主角和青梅在約會 圖書委員直接逃出電擊棒集軍主角 把主角帶回到自己的家裡面 她覺得太不公平了 憑什麼別人可以偷跑 說到公不公平這件事 委員有非常深的執念 這邊就要說到委員其實有超能力這件事 從小時候開始就能感知到別人的惡意 因為這樣才喜歡讀書 因為可以暫時脫離惡意的影響 還有會隨身攜帶電擊棒也是這個原因 有一段時間委員深受這個超能力騎擾 乾脆反過來利用這個超能力去做壞事 像是在一般服飾店買到的衣服 到網路上用100倍的價格賣掉等等 還有做過這個圓差詐欺 既然這個能力對她造成負面的影響 那她用這個能力取得一些正面的好處 好像也不能說有哪裡不對 現在大家也知道委員對公平有多執著 接下來主角的下場也可以想像了 動畫目前只有兩集 原作後面還有一個新的角色登場 想看她出場就要等製作組的好消息囉 負責製作的是Shotan 雖然好像不是很常聽到這個名字 但他們也確實是有點沉積的團隊 前陣子很有名的播種大叔系列就是他們做的 稍微再前面一點還有出過田徑部女子系列 啊不過田徑部女子的品質比較尷尬一點 跟粉紅鳳梨的問題一樣 畫面就是有一個虎感 最後再提一下 這部作品有推出真人化 而且青梅跟委員都有登場 至於做的好不好 我們就等到另外一個系列影片 本質改編謎片在談 那麼以上就是本次的節目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可以的話 再幫我利用一下底下的這個超級感謝功能 小而贊助我的頻道 可以幫助我未來創作更多優質內容喔 下收看我是肥仔 下次見 CFwww.IMMIT